潘兆聰 恐怖在戰 我們回到這幾天的話題 說回舊區 Andre的舊區在哪裡 我以前住在平石村 這是什麼城地 平時是跳樓聖地 這是一個跳樓聖地 因為我從小住在那裡 但我出生也是一個住的 直至住到二十多歲才搬走 這二十多年都經歷了很多 自己親眼看到很多人跳樓 男女老幼都有 好像座座也有 座座也有 我住的座座是最厲害的 什麼名字 可以嗎 可以 上網找到 我住在黃石樓 要說紅石樓比較厲害 其實呢 為什麼會說黃石樓比較厲害呢 因為我們小時候每一年七月節 都會有餘蘭勝會 我們每一座樓都會去打齋 今晚可能打一座 明晚就打第二座 打完之後 永遠黃石樓都會打 那個大鬼王 那個自責的鬼王 永遠都會放在我們黃石樓那座 即是一個總壇 師傅呢 我們小時候看的 你可以跟著他 他只打整條村 會捧著很多東西 那些道教 一定是 他圍著一條村 那個師傅就捧著一盤製品 有雞 有燒肉 他說這盤製品 一直走都很順利 去到黃石樓 這盤整盤都會聚首 再扯下去 他自己這樣說 是的 師傅後面說出來 我們整條村的人都知道 他說這條村 這一棟 是最厲害的 其實搶的意思是怎樣 是否有人拿東西吃 應該也是 聚過來 他說一路走 一路走都沒有東西 沒有這個反應 是來到黃石樓 這裏就最厲害 整個盤可以墜落地 跌落地 要鬥得很緊 我自己本身住黃石樓 從小到大 都看很多跳樓 好像你自己本身也有個親戚 真的 是的 我自己一個親戚 經常來我家玩 有些不開心 想不通 都是在那裏 是嗎 又是這棟 也是我自己的棟 當時很震撼 是自己親人 我已經搬走了 我已經搬走了 我們後來聽說 這麼厲害 因為我們看了很多單 我記得我住十三樓 我樓上十四樓 有個婆婆 也是一條樓 我旁邊的房太太 剛剛買完送回來 還看到他跌下來 頭也分開了 他在旁邊 因為住在黃石樓的人 你都不會對跳樓這件事陌生 亦都習以為上 習以為上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聽 跳樓很大聲 我第一次經歷 不是自己跳樓 第一次聽到別人跳樓 我第一次聽到 那一刻的巨響 是你感受不到的 你想不到有多厲害 因為平時在石樓 我不知道今晚有沒有觀眾 都會有認認記 現在都有人說 有沒有人說 有 那裡是挺厲害的 因為那個天井很容易跳 很容易跳 因為那些欄杆 那些欄河很矮 到中單位 到腰高一點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加到 然後很多人都這樣 我們聽到一聲之後 很大聲的回響很厲害 因為那個井字形 那個回響很厲害 然後一聲之後 第二聲就會聽到 有跳樓 那時候沒有人害怕 是全部人都衝出去看 男還是女 有沒有擲住人 那些事情 已經去到這樣 已經去到這樣 整條村人好像習以為常 我自己也不怕 我記得我親眼第一次看 就是以為是兩個人跳樓 很快的墜下去 一看下去 我們已經看到 為何地下有兩個人 原來是跳樓的那個人 剛剛擲住一個女人 那個女人 就是獨管幼稚園 剛剛送一個小朋友上學的 這些很可憐 當時有些人很勇敢 看到被他擲住那個人 手指還在動動動動動動動 知道他還沒死 然後就搬開了上面那個 拉走下面的那個牆 不知道為何會聚起來 每一個角落基本上都跳過 而且是很大地方的 很大地方 你怎麼可以中到一個人 所以就是這麼巧 這些真的是邪 黃石樓那裡 基本上每一個角落都跳過 我們小時候 有些朋友都說 晚上有些人自己在陪回 因為以前沒有閘的 你喜歡上上下樓都可以的 你陪回的那些 你一看一看是不是那些陌生人 因為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住過屋邨 各位聽眾 住屋邨的一定知道旁邊屋是誰 或者幾層樓的人都知道 有些陌生人在走的那些 你就知道什麼了 不方好東西的 好 這麼多樓 有沒有聽到街坊說 整天看到一個影跳 有的 有的 有些人見過 那個影像經常都說 黑黑一塊跌下去 或者甚至知道 因為以前的人很有趣 其實現在的人跳樓也是這樣 有沒有覺得 跳樓會脫鞋 不是脫鞋 很有趣 那樣是什麼 他不是脫鞋 而是 你永遠只看到一隻鞋 另一隻不見了 不知道去了哪裡 不是 我的意思是 那時候警察會逐層去檢查 知道他在哪層樓跳 就看到哪層樓的鞋子 永遠都會一對鞋 為什麼那些人跳之前會脫 為什麼會這樣 我覺得不是他們脫鞋 你不會跳樓的時候 就想我放一隻鞋在旁邊 糟了 忽然無管 我們討論過 這個是可以根據 恐怖一點說 其實是拿人 在腳板上有密碼 摩士密碼 這是之前講過的 講過 因為我們看過很多照片 真理記者拍攝那條屍體的時候 沒有一隻鞋 只有一隻鞋 你永遠看不到兩隻 又或者一對 但是通常都是這一隻 但是我們以前看他們 警察上來查 想知道他在哪層樓跳下去 那些警察就會分頭 我們記得住 平時是28樓 最高28樓 從28層開始 慢慢地找 找到這層19樓 這次是在19樓跳下去 就是因為那隻鞋 就是因為那隻鞋找到 但本來也是一對 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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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有張照片 這個是新的嗎 剛剛的嗎 不是 其中一張照片 跳樓的 你想想他為何會無緣無故 有意識我脫一隻鞋 對 我們現在講一些 為什麼跳樓的人會脫鞋 所以我覺得不是脫鞋 重要的 你一同一個方向跳 那隻腳在旁邊 一對腳 那為什麼會不見到另一隻腳 如果這樣看 很邏輯一點 飛開 不知道去哪裡 但是 為什麼我們小時候看到 在走廊 永遠都會有一對鞋 放在這裡 這個可以 有沒有研究一下 找一些法科師傅 好啊 我覺得這個不錯 有人這樣說過 就是找人 找對他的時候 就要看看號碼 就是腳底的密碼 是啊 很恐怖的 其實小時候也看到 那些走廊的位置 我們就不敢 不敢再走過去 有幾個零零射射 有幾個角落是 跳得最厲害的 太多這些 太多的 那你有沒有親眼見過 有些 走了的街坊回來 小時候也有見過 我們以前在走廊上 不斷玩 都見到 無緣無故的女人站在那裡 抬頭 媽媽就說看不到 看不到 這樣走 沒有捉過 這些 這就關於跳樓 我再在網上找回 究竟在平石有什麼 猛鬼熱點 原來有一條隧道 通去蔡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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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條隧道 其實我們以前住 差不多三四十年住 暴露了自己的年紀 那條隧道 基本上以前使用率是很低的 因為那條不是主要通道 那條通道是在天橋下方 基本上常常會水浸下雨 聽說那條人也有 那條隧道是陰暗心心的 都是長隧道黃燈 沒什麼人走 以前只有一兩個老宿者 躺在那裡 有個傳聞在網上說 有一個人試過三間半夜走這條隧道的時間 聽到很奇怪的拉搖聲 不奇怪 因為以前真的有人在拉搖那些黑衣 如果他看到就不用怕 他就是看不到 他就突然沒有人 為何會有拉搖的聲音 再走兩步 突然間整條隧道的燈都關掉 就很害怕 基本劇情 然後就離開 但走到發現不見到銀包 不可以不理 迫迫得意 再進入隧道 進入隧道的時間 要開燈 到處找到銀包 結果發現銀包不在地上 就在那些攪拌位的欄杆放在那裡 還要聽到一句聲音 你跑得這麼快 那些是怎樣 那些 還不嚇死人 真厲害 然後馬上被人拿走 真厲害 這條隧道還在 這裡的 想不去嗎 我想啊 走吧 很近的 好啊 子余陪你 子余走吧 很近的 是不是 真的很近 這條很近的 我想這條過去十分鐘到 是他嗎 好 除了這個地方之外 還有一個相傳非常猛的 就是以前警察一個訓練 刑事偵緝檔案科訓練總部 沒錯 當時是訓練CID的 今晚有沒有聽眾是退休警察 應該有 因為如果他們是做過CID的 那個地方是必去的 一定要在那裡上課 這個地方剛好在那裡 就是在黃石樓對面 直接在那個對面 黃石樓對面 哦 在黃石樓對面 那個地方其實現在還有的 整個建築物都還在那裡 沒錯 應該在那裡 在那裡 我有見過的 那裡是一個英式建築 因為以前是英國人留下來的 是的 但那裡為什麼有那麼多傳聞呢 那裡可能是關於日戰時期 很多時候都說過 以前說平石村都是一些亂撞崗 基本上一定有這些傳聞 其實香港以前有很多地方 都是亂撞崗之後 用來建房子 那裡也不奇怪 那裡現在就變成一些其他的中心 應該是 都是政府的地方 政府的地方 可能是社會福利署 訓練那些 那裡也去看看 那裡很厲害 那裡經常有什麼白影 飛來飛去 走來走去 有些怪聲 那裡我沒有去過 但我來遠望很陰森 因為它全部被樹包著 樹林 我記得我以前住十三樓 我只能看出去的頂 其餘全部被樹包著 因為樹本身都是陰森 加上那個地方 幸好有王氣 還有隔壁的三山角王廟 沒錯 三山角王廟是很平安的 其實平石村你查一下 因為網上也會看到 有些人吹到 這間廟因為平石村 彩虹地鐵站開了之後 這間廟用來鎮住 有問題 其實不是的 這間廟是在平石村之前 就已經有這間廟了 我反過來 這間廟的隔壁是山寨廠 因為吹到就說 因為平石 彩虹 彩虹說要起地鐵的時間 就多了一條路軌 又說是開了鬼門 直通鬼門關 所以就要找一個三山角王廟來鎮住 其實就是吹的 歷史不適合 有一個聽眾說 他爸爸有份建平石村 應該有些故事聽 那就打來吧 有份起嗎 對 有份起 起沒有事的 起也可能不是 起地盤有很多事情 但沒有人住 還沒有所謂跳樓的事件 沒有 都不要緊 可以向爸爸問一下 有沒有平石村的朋友 其實可以打來 我預告一下 一會兒真的拍子餘 這個節目很慘 一會兒廣告又看到他粉密登場 登場 開車也是他 出去靈探也是他 麻煩你了 幫我照顧他 待會兒我也有份去 沒有了 看完了 最清楚的部分 那就停了 真的不好意思 這只是每晚恐怖在線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都想看完的話 非常簡單 可以參與我們 月費計劃 可以上去 就是appmanpoint.com bigbigair.com 裡面參與月費計劃 聲音是30元 視像是40元 如果加上用APP 就是50元 至於說 我不想參加月費 想給Cons看哪集 買哪集 都是可以的 登場我們 bigbigair的手機APP 你可以釋除專片 喜歡哪集 就買Cons看 所以希望 你快點成為我的付費務員 你會看得最多 最恐怖的個案 是 最多的